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位年迈的老人是否还有勇气前去云南 邓尔恒被杀的真相能否被彻底查清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巡抚遇刺案》第三集 老将出马 新任陕西巡抚邓尔恒在从云南前往赴任的途中 被人杀害于趋境的支付衙门 云南巡抚徐志明声称 这只是一件普通的劫财命案 但咸丰皇帝从徐志明的奏报中找到了种种疑点 事实上 徐志明在担任云南巡抚期间胡作非为 是本来就乱象丛生的云南官匪一家天怒人怨 咸丰皇帝几次三番派人前去整治 但都因官员们惧怕踏足云南这片凶险之地而未能成形 邓尔恒被杀案也因此拖到了同治皇帝继位以后 此时治理云南乱象已经迫在眉睫 朝廷无奈重新启用了傅贤在家的潘夺 希望他能去云南彻查邓尔恒遇害的案子 解决云南的乱局 尽管潘夺愿意担此重任 但已经年进古稀的他能够成功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邓尔恒遇害的案子 朝廷决定启用傅贤在家的潘夺 希望他能去云南彻底调查邓尔恒遇害的案子 朝廷肯定是希望潘夺能够成功的 所以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希望能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一方面是朝廷对潘夺高配使用 清朝官员重新启用在行政制度当中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启附 意思是起来重新当官 官员启附一般是降一两个级别使用 或者是同级别使用 很少有提拔使用的 潘夺在病退前已经从巡抚被连降了四级 巡抚是从二品降四级后就是从四品 也就是知府的级别 所以潘夺起赋任命他为知府级别的官员是正常的 但是为了表示朝廷对云南问题的重视 更为了增加潘夺的权威 朝廷破格授予潘夺二品顶带 比巡抚还高了一个级别 同时任命潘夺的职位是 熟理云贵总督 云贵总督是同管云南贵州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对于潘夺来说 朝廷这样的安排的确是高配了 第二方面 清朝政府调动了各方面的资源 配合潘夺去云南 当时清朝朝廷的处境也很不妙 用四个字来形容非常恰当 那就是内忧外患 内忧是太平天国占领了东南半壁江山 钳制了清朝军队和财政的主要资源 外患是清朝刚刚和英法联军打了一场第二次鸦片战争 损失相当惨重 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 清朝是元气大伤 在咸丰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 云南的局势迅速恶化 咸丰皇帝是很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实在是调动不了什么资源 没有办法向云南投入实质性的军队和财力 同治皇帝继位后 朝廷的处境稍微有所好转 能够调拨一些人力物力投向云南 但是也非常有限 我们来看看朝廷到底是怎么配合潘夺的 首先朝廷派大臣张亮基和潘夺合作去云南都办军务 张亮基是江苏徐州人 也是科举出身 仕途是在云南起步的 曾经担任过云南巡抚云贵总督 现在朝廷让熟悉云南情况的张亮基和潘夺合作 希望能够解决难题 其次 朝廷也很清楚 解决云南问题必须要有军事后盾 平定云南各地的叛乱最终还是要靠刀枪来说话 但是朝廷已经把军队都投入到了和太平天国以及英法联军的战斗 没有多余的部队可以调拨到云南去 于是 朝廷就让四川省想办法支援云南 在潘夺之前 朝廷选派的去云南的官员都未能成行 这一次 朝廷给了潘夺强有力的保障 有了朝廷的大理支持 解决云南的问题似乎指日可待 邓尔恒被杀的真相也应该很快大白于天下 那么潘夺此次赴云南 能顺利完成朝廷赋予的使命吗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巡抚遇刺案第三集 老将出马 潘夺张亮基先后取到四川 与四川总督商量 希望四川总督能够派出一支部队 一同到云南去 大家想到了四川啊 是因为之前四川省为了镇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 镇压各地的企业 招募了很多兵勇 潘夺就觉得四川可能有多余的兵力 但是四川总督不愿意帮忙 他说四川省内的治安还没有平定 小谷武装力量此起彼伏 自己的军队还不够用呢 虽然我们四川很想帮助云南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潘夺张亮基和四川总督谈了好几次 总督就是不答应派兵帮忙 云南的徐之明早就知道朝廷派潘夺张亮基来彻查云南问题 他担心两个人带兵到云南对自己不利 就唆使云南豪强和地方武装力量扬言 谁带外面的部队到云南来 我们云南人就打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同时云南本地的武装力量 还隔断了从四川到云南的道路 张亮基他的内心对解决云南问题是没有信心的 现在他看到云南地方武装的挑衅以后 更加动摇了 于是张亮基消极起来 不怎么愿意去云南 采取了一种观望的姿态 朝廷几次下诏书 催促他和潘夺早日去云南 张亮基还是保持观望 现在就只剩下潘夺了 潘夺是无所畏惧 没有军队没关系 没有同伴没关系 我一个人去 在潘夺出发之前 朝廷给予潘夺一系列的支持 而今张亮基打了退堂鼓 而四川也不愿派临 似乎所有的承诺都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没有了同伴 没有一兵一组 年迈的潘夺在前往云南的路上 还会遭到怎样的挫折和凶险呢 潘夺是无所畏惧 没有军队没关系 没有同伴没关系 从四川到云南 交通不是断了吗 也没有关系 潘夺就从四川 去到贵州 中转再到云南去 他在西南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当中 艰难跋涉 身边没有一兵一足 只是带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仆人 清朝的官员上任是非常风光的 小小一个支县都能够组织起 好几百人的随同队伍 总督通常能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 浩浩荡荡 像潘夺这样 族仆几个人 分参入宿的情况 不能说绝无仅有 那也是百年难得一见 潘夺带着几个仆人 不畏艰险 进入了云南境内 走到了趋近的时候 有一个清军将领 叫做马连生 主动来拜见 马连生在混乱当中 拉起了一支队伍 行走一方 他和云南巡抚 徐志明的关系不错 徐志明曾经委任他为总兵 可以这么说 马连生是一个半官半匪的武装首领 马连生来拜见潘夺干什么呢 他客客气气的 神秘兮兮的对潘夺说 总督大人 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 让我在半路杀害总督大人 当然了 这样的事情 我马连生肯定是不会做的 但是总督大人 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马连生的这番话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帮潘夺 是站在潘夺这一边的 实际上他是在赤裸裸的威胁潘夺 徐志明和地方豪强 肯定不希望潘夺到达昆明开始工作 所以就不断地恐吓潘夺 希望把他给吓回去 但是他们看错了人 潘夺是一个勇于认识 不畏艰险的人 他敢于独自到云南去 就已经做好了直面死亡的准备 潘夺听了马连生的话 很严肃地对他说 谢谢马将军的提醒 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地 当好这个总督的 一路上 潘夺收到了好几次类似的恐吓 他都置之不顾 一心一意要往昆明去复任 很多事情 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 只要动手去做 就成功了一半 其中我们所缺少的 就是勇气和毅力 潘夺查案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的坚决态度 在云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之前朝廷委任潘夺 为云贵总督 调查邓尔恒一案的消息 传到云南 很多人不相信 潘夺能干出什么实事 现在潘夺排除种种障碍 越来越逼近昆明 看来潘夺是多年来 第一个真心实意 要解决云南问题的总督了 云南各方面的势力 态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潘夺是谁 他是朝廷任命的云贵总督 他代表着大清王朝 他的背后有整个帝国的力量 在给他撑腰 云南的有些人 虽然嘴上说要杀了潘夺 但是谁敢下手 因为杀害潘夺 就是和整个大清王朝直接作对 就是公开向朝廷挑衅 与朝廷为敌 云南的地方豪强 再蛮横 也得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 敢不敢公开和朝廷对抗 所以云南的那些坏蛋们 心里都开始发愁 很担心怎么办 潘夺一到昆明 就开始审理邓尔恒被杀了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和邓尔恒被杀案关系重大的 何有宝被自己的亲信杀了 何有宝是杀害邓尔恒的最大嫌疑人 他这一次 邓尔恒案岂不是要变成一桩悬案了吗 何有宝为什么死于亲信之手 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寻死遇刺案第三集 老将出马 潘夺市历经千难万险 平安到达了昆明 可是他刚一到昆明 就听说何有宝被自己的亲信给杀害了 凶手就是何有宝的亲信 史荣代玉堂 据传 当初就是史荣代玉堂这两个人 受副将何有宝的指使 率兵杀害了邓尔恒 抢劫财物 可是如今他们为什么又反戈一击 把自己的上司何有宝给杀害了呢 于是潘夺马上下令 缉拿史荣代玉堂 史荣代玉堂很快就被逮捕归案 经过审讯 潘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首先史荣代玉堂承认是受何有宝的指使 杀害了邓尔恒 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杀何有宝 两个人交代说 当听说朝廷派出的总督潘夺 动了真格 要把案子追查到底 他们非常担心 他们担心自己两个人会被当作替罪羊 最先推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 凶手集团内部 原先就存在的矛盾被激化了 何有宝的部队杀人越货 抢劫财物 事情做得越大 问题也就越多 其中的一大问题 就是分章不均 大家拿的都是不义之财 不可能有明确的分配方案 他们不可能像现代的股份公司一样 谁占多少股份 谁就拿多少收益 史荣代玉堂觉得自己杀人越货 充分在前 应该拿得多 所以很多时候都把抢劫来的财物 隐藏起来 只上交给何有宝很少的部分 何有宝呢 他觉得自己是首领 是自己挑的头 自己就应该拿得多 应该掌握张物的分配权 所以何有宝多次向史荣代玉堂 索要财宝 史荣代玉堂两个人不上交 何有宝就生气了 甚至有一次还把两个人给抓起来 拷打史荣代玉堂早就对何有宝怀恨在心 现在潘夺要来了 史荣和代玉堂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在一天夜里 史荣代玉堂带领部下 奇迹了何有宝 何有宝被杀死了 何有宝这一死啊 死无对证 我们就无法知道徐志明有没有参与密谋 徐志明幸运地逃脱了与邓尔恒案的干系 虽然何有宝的死是徐志明和邓尔恒被杀案 逃脱了干系 但在这个案子上 他明显向皇上虚构了案情 并且多年来他在云南唯非作改 那么接下来潘夺会如何处置徐志明 云南的乱象又能否得到彻底整治呢 案情基本清楚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徐志明 如果一五一十地查办起来 徐志明的问题很多 即使他逃脱了与邓尔恒案子的关系 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不法行为 但是把徐志明革职 把他投入监狱 这很简单 要想把云南的问题解决好 很困难 所以对徐志明的处理 要放眼长远 要从全局出发 最终啊 潘夺尚书同治皇帝 对邓尔恒遇害案做了一个总结 认为案子是 何有宝指使使使隆带玉堂犯下的 使隆带玉堂供认不讳 可是徐志明并没有参与密谋 也没有包庇和有宝 不用承担直接责任 可徐志明在邓尔恒案子上疏于防范 疏于管理应该承担间接责任 暗地里啊 潘夺给朝廷上了好几道密责 在密责里面解释自己 不查办徐志明的原因 主要是考虑到啊 徐志明尚能俯回 也就是说啊 保留着徐志明 对维持云南各派力量的平衡有帮助 对整个局势的缓和有好处 所以暂时还不能动徐志明 朝廷同意了潘夺的建议 对邓尔恒案做了最终处理 遇害者邓尔恒依郑王力次序 嗜好文雀 授予子孙齐都尉的士席职位 凶手史荣戴玉堂 斩首 何有宝虽然已死 也被陆施斩首 徐志明连降三级 留在云南 戴罪效力 潘夺这么处理 既赏罚分明 又没有株连扩大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清史稿说 扶局出定 省城烧安 面对难题 痛下杀手容易 慢慢扭转困难 这就好像是一个得了疑难杂症的重病患者 给他一剂猛药就很容易 慢慢地用药调理他的身体 争取从根子上康复就很困难 潘夺选择的就是慢慢扭转云南局面 立足实际情况 一步一步地来 清史稿说潘夺 抑郁英式立岛 徐途补救 云南的混乱局面 持续了这么多年 潘夺到来后 开始有所好转 那么潘夺有没有彻底解决云南的问题呢 遗憾的是 没有 潘夺在云南 可以说是一个光感私利 没有一兵一卒 他在慢慢积蓄力量 建立总督直属的部队 对于昆明以外 数量众多的民间武装力量 豪强叛乱势力 潘夺以仪治理 拉拢温和派别 孤立强盗派别 打击明确反清的武装力量 两年后 也就是同治二年正月 潘夺被一支混入昆明的叛军杀害 潘夺在临死前 还对着叛军骂不绝口 朝廷得知噩耗后 对潘夺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嘉奖潘夺 万里覆巅 不畏艰险 见危受命 大劫岭澜 依总督郑王历次序 追赠太子太保 嗜好忠义 受于子孙齐都尉兼允其位的世袭爵位 可谓是贝极埃荣 从当时的资料和文人笔记来看 朝野对潘夺的评价都非常好 对徐之明是一致的反感 可见善有善报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称 官场中也一样 潘夺市的官员 最终还是战胜了徐之明市的官员 刘元昊市的官员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那些实干新邦 造福百姓 推动社会进步的官员 人们会牢牢记住他们 他们也会长期活在历史当中 邓尔恒遇害案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青朝嘉庆年间 内阁大学士兼梁广总督吉庆 在广东巡抚衙门离奇自杀身亡 就在自杀前 吉庆刚刚被嘉庆免去了总督族 并接受查办 那么堂堂一品大员 吉庆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麻烦 他为何会被嘉庆杀办 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 东府不合